同学们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深度学习基础介绍 继续学习第一阶段 第一节课的下半部分 那么上节课呢 我们跟大家看了一半这个视频 这个我们看到谷歌研究的 这个自动无人驾驶汽车的这个 帮助一个忙人 可以自动完成去购物的这样一个过程 觉得也非常impressive 就是印象深刻 大家看到这个之前微软做的这个 及时的对语言进行一个翻译 我们再看一下别的例子 我们进行一些别的demo 我们也说了这个机器学习呢 可以跟大家做很多种的事情 那么其中有一件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个自动的翻译 不同语言之间 我们做一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这是一个Google Translate 谷歌翻译的一个系统 那么我们打一下 比如说我喜欢深度学习课程 大家看到马上就翻译成 I like the depth of learning programs 这个翻译可能不是特别准确 比如说我们深度学习 它本来是deep learning 是一个专用名词 它可能还翻译的不是特别好 那么换一个方式 比如我们换一句话来翻译说 我喜欢学习计算机这门课 I like this course to learn computer 好这是一些翻译方面的例子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一些推荐系统 比如说在淘宝网上 我们当买一个包包的时候 我们想买这一款包 那么通常我们会看到 在我们要下单的时候呢 底下它会有一些类似的推荐 说您可能也喜欢这些东西 那么这些后台的技术 都是用到这是推荐系统的一个例子 它用到机器学习的技术 好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呢 我们现在非常看到非常火的 这种无人机的 包括比如亚马逊 也在研究这方面的技术 叫做Jones 包括国内的一些快递公司 比如说各种比较 提供比较服务便宜的快递公司 他们也在下一个阶段的研究 这个如何来进行用无人机 来进行这个快递 包括无人机的用途 可以有多种多样了 还可以进行这个航牌啊 等各个来代替人类完成的一些任务 我们看一些 这是一个TED talk 它做一个简单的一个demo 就是说无人机 也是通过机器学习的技术 可以达到一个 不但能自己飞起来 而且它可以做一个 比如说对一个杆进行一个平衡等等 这都是通过机器学习的技术来实现 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一个demo 大家看到它用手来维持这个杆的平衡 比较容易 基本人都可以做到 那么用脚稍微难一点 但我们看到用无人机来怎么进行 维持这个杆的平衡 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非常酷非常酷 大家看到这个机 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飞机 不断的来调整这个平衡 来维持这个杆的平衡 大家看到 Manda已经下来了已经 所以非常酷 所以第一节课的第一阶段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 机器学习的基本概念 我们课程设置 以及再给大家展示了一些 目前来讲机器学习的应用 在各方面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第一阶段的 第一节课的学习 下一节课呢 我们将给大家重点 还是要介绍一下 偏向于深度学习 就是机器学习里面的一个 新的一个领域 和一系列的算法 深度学习 它有哪些比较酷的应用 给大家做一个比较广泛的介绍 好 所以第一阶段 第一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